大家好,想吃麻辣拌了,不用厨具买,自己在家做,干净卫生,做法简单,喜欢的朋友咱们一起做吧 空碗中放入蒜沫,辣椒面,花椒面,熟芝麻,用热油炸香,充分的搅拌均匀 再加入盐,鸡精,白糖,生抽,醇,加一点花椒油,少许的香油 再加入吸好的芝麻酱,充分的搅拌均匀,放在一旁备用 锅中水开,下入自己爱吃的碗里 煮熟之后,下入青菜,全部煮熟捞出,控干水分,放入大碗内 淋入咱们事先调好的酱汁,充分的搅拌均匀,为时完成 喜欢的朋友,双击收藏,自己动手在家试做一下吧,老好吃了 你一定想不到,一家饭店店经常搬两块钱的茄子,做成了一道招牌菜,而且是桌桌必点 做法还超级的简单,喜欢的朋友,咱们一起做吧 首先准备茄子,去皮之后,改刀切成段,放入蒸锅蒸熟 调个碗汁,碗中加入盐,鸡精,生抽,老抽,蚝油 再加入少许的蜂蜜 半碗的清水,充分的搅拌均匀,放在一旁备用 蒸好的茄子,放在案板上,如视频中这样,改刀 起锅烧油,油热之后,下入茄子,改用中小火慢煎,煎至一面金黄 翻煎另一面,煎至两面金黄,盛出备用 锅留底油,下入蒜末,小火炒香,下入咱们炖好的碗汁 再下入煎好的茄子,开中火,把汤汁收至粘稠 出锅,咱们撒上熟芝麻和葱花,美食完成 再配上一碗大米饭,那真是老好吃了 喜欢的朋友双击保留,感谢大家的支持